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哪里的特别近 然后都在一个小区里边 然后就一起出来玩音乐了 然后今天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工作室 是我们的工作室 也就是平时大家如果有了解我们的朋友 会看我们很多很多节目 拍了很多很多的视频 这些视频我们都是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室里边拍的 因为为什么要选择在这呢 是因为这里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很多很多好玩的东西 然后我们今天挑了一些给大家看一看 这些挑了一些呢 什么呢 挑了一些这个 大家平常生活中没有见过的乐器 对了 也挑了一些适合我们 说亲子在家里面玩 以后你们要是说在外面看到 这些好玩的乐器都特别的好玩 特别的方便 首先第一个 看这是什么乐器 知道吗 这个叫做卡祖迪 不叫铁片 这叫卡祖迪 特别简单 哎呦妈呀 看 是吧 卡祖迪特别的方便 对了 今天我们这种 这个叫做不插电现场 对的 就叫不插电的演唱会 病情期间的演唱会 所以我们用的所有的乐器都不用插电 就叫不插电 对的 然后呢 这个叫卡祖迪 特别好玩 一个给大家演示 然后还有一个他的乐器 这个呢 大家猜猜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乐器 大家乍眼一看呢 可能像是钢琴 但是呢 它跟钢琴呢 也是非常相似 它的名字叫做口风琴 它是怎么演奏的呢 你看好 追着往里面吹吹就行了 很简单 对的 然后我们还会用到一些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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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啊 铃铃啊 我的脚上有这个 对 这个一会儿我们都会用 今天呢 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怎么用这些 很简单的好玩的小乐器 然后在家里就可以组一队 然后如果有这种家庭乐队什么的 然后就可以一起玩了 好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演奏的那个第一首歌呢 是叫做我们的原创音乐 叫做 马撒机 对 马撒机 这首歌讲的其实就是按摩了 对吧 那我们让波乐同学给大家讲讲 这个歌的意思是什么 马撒机嘛 很简单的来讲呢 就是 马撒机 然后呢翻译过来呢 就是按摩的意思 我们呢 创作这首歌不仅是为了给大家 来一个美妙的音乐 更是想让大家在心灵上有一个放松 嗯 好啊 那我要给大家演奏这个歌 嗯 我们去到世界各个地方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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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那听说 我们去到世界各自民党的共自民党了 人把你欣赏 至少还有我在身旁 满色鸡 满色鸡 揉揉肩膀 满色鸡 满色鸡 正式开场 满色鸡 满色鸡 伴着星光 接下来你就要再夸张翅膀 好 没事啊 这个失误 这个常见 胜败的丁家常事 好 我们来时间动努力 开始啊 不勒同学在家憋在这手上吵 好 真正好 又吵了一次 好 再来点 好 这就是我们的马沙机 虽然吵了两回 但是没关系 我们就是玩吧 玩音乐嘛 然后对对错错的无所谓 然后这首歌呢 我们其实已经发行了 对 大家在QQ音乐上呢 还有玩音乐音乐都可以听的 对 叫马沙机 就是按摩的那个马沙机 特别适合 其实我们写就是给孩子写的嘛 希望孩子们在成长的当中 像歌词里面 在成长的道路上呢 就是说能有我们的音乐 陪伴他们呢 然后就像心灵的马沙机一样 有一些烦恼 就像我们里面歌词里写的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你还想着月亮还会带你回家 然后太阳也会把你烤画 然后好吧 然后我们下面一首歌呢 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乐器 那么我们这个新的乐器呢 它呢 是什么乐器呢 有些人呢可能见过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 喂 这叫什么乐器呢 有人知道吗 答对没讲啊 好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优克莉莉 优克莉莉就是夏威夷的 这个一个乐器 一个美 来自美国的乐器 我手里这把呢 就是个吉他 是吧 那这个是属于是古典吉他 所以大家也听了 我的声音呢 不是合为的亮 是吧 非常的美好 声音啊 那下面一首歌就是 就是我们的 无语伦理的美丽 对 无语伦理的美丽 今天波罗同学 这个脑子也有点潮 没事 只要是嘴不潮就行了 好 来 天上风正在天上飞 地上鱼儿在地上吹 我若担心我不能飞 我有你的草原 黑夜 黑夜 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 像无语伦理的美丽 黑夜 黑夜 不知道你才是这世界 像无语伦理的美丽 天上风正在天上飞 地上人儿在地上吹 也有 我若担心我不能飞 我有你的草原 我有你的草原 好 那这首歌叫做 无语伦理的美丽 然后我们其实有 还有一个节目 我们还有一个叫做 音乐小玩家的节目 我们这首歌也是我们录的 第一期的内容歌曲 也是由我们俩完成的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小一队 我们小一队其实是我和陶子老师 我们两个人一起 然后创办了这么一个 跟孩子一起玩音乐的 这么一个平台 然后主要是我们给他们 我们在一起会写原唱音乐 会去拍一些好玩的 这些翻唱的视频 和一些节日什么的 是吧 这些视频 然后我们还去演出 其实一开始没人找到的 后来慢慢慢慢的觉得 这个他我挺帅的是吧 然后就觉得这个乐队 其实还可以来演出 是吧 然后最后发现演出的时候 慢慢就没有我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特点呢 就是一支平均年龄 是十岁的少儿乐队 对了 我们都演过什么演出呢 我们呢 参加过最大的呢 是我们在浙江卫视的 抖音奇妙夜 我们呢 与吴亦凡呢 还有肖战等明星 同台演出的 肖战是谁 就是没我率领 对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又将 陆续的呢 参加了浙江卫视的 2020年 跨年晚会 是不是非常厉害呢 这也没小孩进来了 看出来 好 然后呢 我们也参加了很多 央视的节目 比如说像同声唱 还有音乐快递 同声唱播了吗 播了播了播了 同声唱没播吧 播了 上个月就播了 音乐快递没播是吧 不是同声唱播的时候 咱们在演出呢 那音乐快递播了吗 音乐快递 没播就上 音乐快递没播 所以大家都是可以看 还有一个 我们上的是开门大迪 那个播了 那个播了 那个我记得是 我们唱的是 我的未来不是梦 是的 然后还有很多年前录的一些节目 还没播 到时候大家可以 就能关注一下 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抖音 也叫土豆王国小乐队 我们也发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但是最近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没有 没在一起聚 对 但是我们可以广告一下 我们做了一首歌 我们做的这首歌呢 是为了提醒大家 在疫情期间戴口罩 所以它就叫口罩歌 这个口罩歌也是这个 由波罗同学和我们陶子老师 还有呢 一个最重要的嘉宾 是月亮姐姐 我们这一次呢 就是特别的有幸和这个月亮姐姐 一起合作了这首歌 那有 还有我们一个 一只平均年龄只有五岁的 少儿 不是叫少儿吧 那个叫幼儿月 一只幼儿月 叫奶糖乐团 他们只是三个五岁的小孩 然后在一起 我们一起演绎了这一首歌 那这首歌呢 可能过一阵 我们制作完成之后 就会上线 发行 也会在全网去推这个视频 非常好玩 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 我觉得 是吧 它也非常适合我们 广大小朋友演唱 对 然后也会 我们准备要把它推向学校 对的 推向各个的小学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里边 然后让这些老师啊 学生啊 教大家去唱 因为我们编了很多很多的动作也 反正也是让我们乐队的所有的孩子一起参与 但是都是在家里 在各自的家里录 然后我们把它合成在一起 好 那我们乐队呢 基本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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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多同学 是吧 我们有 有草莓同学 有看过的 有联同学 对 可能也知道 对 还有很多很多的 比如说像荔枝同学呀 山竹同学呀 刺猬同学呀 这些呢都是我们乐队的成员 对 其实我们是一个正经的 不是不是我嘛 是他们 他们其实是一支正经的这个少女乐队 我 其实我算是幕后 一直有人不理解说我在里边干嘛 其实就是幕后人员 我和陶子老师 我们俩都是幕后人员 我们俩也不太适合往台前走 我们俩就比较适合幕后 他写词 我写曲 然后我们一起给孩子们制作 什么的 好吧 是吧 对 然后这首歌呢 又要唱一首 唱一首原创吧 行 是吧 唱一首原创音乐 但这首歌呢 我们还没有在全网发行 也就算是给大家的一个见面礼 对了 然后呢 给大家一个大惊喜吧 对 这首歌呢 稍微 其实我们编的时候 是算是原创改编 因为它是一个古诗词 是的 是永俄 是吧 大家应该听过这首词 永俄 我们把它变成了一首歌曲 但是它是 其实是一个摇滚音乐 我们当时改变的是一个摇滚的这种风格 但是今天我们既然是不插电嘛 对吧 我们就要用这种 不插电的乐器给它玩出来 是吧 是的 现在摇滚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要变成摇滚的状态 来吧 怎么办 来来来来 看 就是这样 哦 摇滚了吧 看 看 摇 我在摇 这滚 好 那我也要拿出我的手铃了 这个其实 我现在有一点困难 就是我看不见我在弹什么 我在这 好 摇滚乐 摇滚乐就要有激情 好 永俄 一号 人已暖阳的我家套 远方来客随伦而浪 如不忘之水中央 如冰房有花梁 人生巅峰不是幻想 最像包袱和我欣赏 自动的我燃烧已丢礼包 把这十一秒 别急着评判 谁因果是谁败 不知道未来有多精彩 永恶啊 只想想天啊 百高富旅水共享过情多 永恶啊 只想想天啊 百高富旅水共享过情多 哦哦哦哦哦 尤其暖阳的我家套 远方来客随伦而浪 如不忘之水中央 如冰房有花梁 人生巅峰不是幻想 你想保护和我欣赏 远方的火燃烧依旧里爆发 只想一秒 与你这平安 谁因果是谁败 不知道未来有多精彩 永恶啊 只想想天啊 百高富旅水共享过情多 永恶啊 只想想天啊 百高富旅水共享过情多 沿岛 好 好不好听啊? 这首歌 我在哪 好了 回来了 哎呀 这个玩摇滚也是不容易啊 哎 是有点累 不但要摇 看不见 好吧 那大家 怕不了解我们的人 可以去搜一搜 可以去网上去看我们的节目 刚才这首歌其实我们没发现 是的 所以先给大家听一听这种感觉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 就到此结束 其实我们这是第一次直播 对是吧第一次第一次直播 对也就把自己的特点展现出来 我们也不知道播什么 所以就给大家唱一些歌 对好我们会在 因为其实我们是6月1号 是我们的生日 是我们乐队的生日 因为我们6月1号成立 然后开始全好发行我们的作品 那今年的2020年的6月1号 我们会在线上直播我们的演唱会 是吧 我们会把我们所有的好听的歌 翻唱的 和原创的都唱 但是我们大家都是会拿出自己各自拿手的东西 给大家展示一个美妙绝伦的小型演唱会 希望大家喜欢的可以看 然后我们可能还会在四五月份的时候 连续发行好几首我们的原创音乐 希望大家能够去看 然后喜欢我们就给我们点点赞 然后喜欢听什么歌 对我们有什么想法意见 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这是第一次直播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然后以后我们会更加努力的去创作好的音乐 我会盯着他手不要这么吵以后 以后每一次演出的时候可能会状态更好 是不是 好了 那今天就这样 好 再见 拜拜 拜拜大家 下次见 下次见 拜拜 关注我们乐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